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面停止死囚器官捐赠 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以公民自愿捐献为主的新阶段 那么这一举措实施后 原本就缺少移植工体的现状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又会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蒋双梅蹲在医院的墙角默默哭泣 她刚满三岁的女儿蹒跚走来 默不作声地替母亲擦拭眼泪 不久前 蒋双梅的丈夫 27岁的贵州人杨建军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经过整整十天的抢救后 医院最终判定她脑死亡 我们救了十天以后 她基本上自主呼吸没有 身前反射也没有 脚膜反射 咳嗽反射都没有了 那么我临床判定了 基本上考虑就是个脑死亡状态 在集体商议后 蒋双梅和她的婆婆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捐献丈夫所有可用的器官 可以使用的就用到别人身上 不能用的则提供作为医学研究 我也是这样想着 反正她反正也就是会太短了 年纪太轻了 我想把她没有感受到的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用别人的身体那感受 用别人可以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两个小时后 杨建军的遗体被缓缓推出手术室 医生告诉家属 杨建军虽然走了 但他留下了一个心脏 一个肝脏 两个肾脏和两只眼角膜 他的生命将在六个陌生人身上延续 一位医生提着一个密闭的箱子匆匆走出手术室 箱子里装着杨建军捐献的两个肾脏 在另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 有两位患者正在静静地等待 杨建军是今年浙江省第28例器官捐献者 同时也是这个省迄今为止第315例器官捐献者 截至3月19号 全省累计捐献器官315例 为苦苦等待移植工体的患者捐献了包括肾脏 肝脏 心脏在内的913个大器官 同时还捐献了219只眼角膜 可即便如此 与日本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8%到10% 西方发达国家高达30%到40%的捐献者占比相比 这个数量还十分微小 我们从第一年的2例到去年的129例 从赚人口的比重来说 我们全国去年是平均百万分之一不到一点 我们浙江达到了百万分之二 中国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仅次于美国 但是一段时期以来 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较低 死求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死求器官的来源是在我们2009年以前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为了救了就垂危的 这个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 当时又没有公民自愿捐献的体系 是一个无奈之举 说的更明白的是一种饮症止渴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员的 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上多年的诟病 同时是对中国的人权事业还会受到影响 黄介夫认为 取消死求器官的来源 是把他推向阳光 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的事业 是完全超越了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的 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司法的进步 也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 更加彰显了器官移植事业的纯洁和高尚 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虽然从2010年开始 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就已启动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试点工作 但人们对器官捐献观念仍存在无趣 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群 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人群 而设计我们能够供给的是非常少 这个比例呢 说法也有不一样 有研究机构 有专家认为是50比 有些认为是30比 那不管是30还是50比 都是一个巨大的等待数 传统文化和风俗是阻碍人们 迈出器官捐献步伐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自己没有处置权 讲究死后要尸体完整 入土为安 隆斌是捐献者杨建军的舅舅 在他最初向自己的姐姐提出捐献外圣器官的意见时 也是小心翼翼 我不敢直接说吧 因为在我们那种地方 他那个思想还是比较封闭 人的数字也不高 根本不会想到把这个东西 他一个预言就是人死 落叶鬼根 包括一根头发丝 就要把他带回去完整 入关 安葬 对于隆斌的这个建议 杨建军的妻子和母亲最初也是非常不情愿 我姐姐跟我提的时候 我也想过的时候 就是想等亲人的那种煎熬 他就是人死了 要给他完完整整的拿切鱼头 另外 器官捐献信息的不确定性 以及媒体所曝光的 动辄20万至50万不等的 买卖器官等黑市交易 更是让公众对器官自愿捐献 忧虑忠忠 而全社会 特别是医疗 交通部门的 器官捐献劝导机制和信息提供意识 也远没有建立 我们现在获得这个信息的渠道 主要是依靠我们的救治医院 就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事件以后的 受害人的第一院抢救 第一地点究竟抢救的时候 感到如果有合适的 生命不可挽回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尊重它的生命权的情况之下 才提出或者它主动提出 往往是我们提出的比较多 所以我想这个渠道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全面停止使用死球器官作为移植工体来源这一措施 是否会更加剧器官捐献的困境呢 正好相反 我们要取消死球器官 就是为了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近年来 人权事业进步 司法体制的改革在进步 我们是政策是少用或慎用死刑 如果我们器官移植还是依靠死球器官 那我们的器官移植 事业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黄杰夫介绍 这个透明公开的器官移植体系举措 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 捐献的人数显著上升 今年的1月1号 时间到3月3号 我们中国公民捐献的是381例 差不多是近1000个器官 那跟14年来比 我们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 所以就证明了公民的捐献 是个阳光的 透明的 是大有希望的 另外捐献的人群结构 捐献者的疾病原因分布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浙江为例 道路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者 大多年龄结构轻 脏器大多没有气质性疾病 身体状况良好 比较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 一直以来都是器官捐献的主力人群 但近年来 这些病例在浙江捐赠者中的比例 由最初的80%下降到了60% 像突发心肌梗塞 局部未扩散的脑胶质瘤患者等 他们中的不少人死亡后 其家庭都选择了无偿捐献器官 虽然选择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事人及家属越来越多 但对于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来说 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 如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器官移植能力 以及器官数量的影响等 希望随着影响器官捐献固有观念的破除 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宫体延续生命 更多逝者能借助别人的身体继续感受这个世界 每到清明时节 在人们以各种方式祭拜仙人 缅怀英烈的同时 有关殡葬改革的问题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记者在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调研时发现 尽管这里的丧葬火花率已经提高到了93%以上 但是当地骨灰土葬占地毁林建造豪华大墓的问题依然严重 从而导致山间水土流失 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3月25号 记者来到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金浦街道 车辆驶入梅花村 一条金山公路不到两公里 就看到路边的金浦街道并改检查站内空无一人 严禁毁林造坟的告示残缺不全 大院内杂草丛生 沿着山路前行 路两边是连绵的丘林 在河平 金浦 河西等镇街交界处 随处可见新修好的或正在修建的坟墓 其中步伐豪华大墓 记者在河平镇丰民村附近的一处山坡上看到 方圆500米左右的一片丘林上 近有30多座新修的坟墓 周边的树木花草都被产得一干二净 露出黄色土壤 大的墓地面积可达七八亩 多数坟墓装饰相当豪华 有的甚至是名符其实的陵园 在一座占地明显超过五亩的坟墓前 有一口大水塘 墓地上雕着龙凤 葫芦兽等精美雕像 内围密密麻麻地种着一些柏树 不止河平镇如此 在金浦河西等镇街的不少山间地区 因为新修坟墓而砍伐林墓的现象十分普遍 原本绿树成荫的青山因此变得满目疮痍 我们这里主要是农村 农村那些山属坟墓至今 还是比较落后 这样还是比较落后 这个农村这个入土壤啊 这个坟墓还很难改变过来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告诉记者 潮汕人很讲究深厚事 不少家庭逝去的亲人火化以后 亲属会将他的骨灰放在棺材里 然后再埋到地下以示入土为安 多数人的二次土葬占地面积并不大 那些豪华大墓往往是当地一些有钱人修的 特别是潮汕会这些呢 在外的老板 他们赚了几个钱以后 有些也私下想搞到这样的 他觉得这个账得好 可以保佑到他生光花财 他有这种思想 他不止光中又主那么简单 一些当地民众透露 如果不用开山路运食材 在山坡底下买地修坟 一个一亩地的豪华坟墓估计要花二三十万元 如果到山坡上开路砍树修坟成本就大多了 差不多要一百多万 但愿意花钱修墓的人仍不在少数 据了解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常住人口一百七十多万人 人均土地面积不到零点六亩 人均耕地只有零点一七亩 人地矛盾极为突出 尽管经过多年艰苦努力 丧葬货花率才达到百分之九十三 但近年来刮起了骨灰入关土葬 占地毁林的造坟之风 不仅影响了耕地林地的保护 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 去哪里讲茶 走个山上那么多 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 所以你有时候交过去半年 他种你还找不到地方 很多人都找不到 所以去哪里查 像长年有时候查不到 村里面要说不知道 那我想是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村里面 现在一些贫穷的村 一个就是经济条件也比较差 因为那些干部 责任行业也不是很钱 真的 有些就放弃管理 朝阳区委有关负责人承认 朝阳违法毁林造坟及违规土葬的现象的确实有发生 主要因为一些镇村干部责任心不强 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2013年以来 朝阳区林业部门共发现查处违规造坟321宗 其中已落实处罚半截的仅169宗 刚超过违规总数的一半 为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2011年以来 朝阳区共通报批评各镇街党政班子成员 包高责任制落实不到位70名 在落实责任追究方面 共有9名镇机关干部受处理 各镇及有关部门对村居干部共处理27名 区职有关部门约谈有关镇领导干部32名 镇街对村居干部借免谈话53名 但毁林建造豪华坟墓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实际上都是争一只养 必一只养的象象 特别是山区居尾 山区居尾可能比较边缘的 这里面不是很重视 加上村里面争一只养必一只养 客观上 群众的落后观念 这个还没有分明性的扭转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客观上 我们现在疲异奔命这样 还有点怕碰硬 特别是落实在镇重一级的执政者 还是不到位 据朝阳区区长林并亮介绍 最近发生的这些毁林造坟现象 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主要是涉及新建高速公路迁坟 去年以来 在朝阳境内新建的善战高速 朝汇高速 朝街高速 朝上环线四条高速公路 需签坟四万多学 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 鱼目混珠借机建新坟 从而造成毁林建坟现象 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 另外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说 2012年修订后的并改管理条例 废除民政部门对违法殡葬行为 可以强制执行的权利后 民政部门在违规殡葬管理上 基本没有了执法权 这样一来 一些基层干部在执法过程中 就容易出现不敢管 不愿管的为难情绪 法国现在禁止那个强制执行 我们没手段 我们只能交给众理说 你总改那种意思就 总改什么意思 你就平总 但众理现在也没办法 因为民政这方面 现在应改执法 实际上是 我们是没有执法权的 没有执法权 只能靠一些行政 行政这方面 复制下面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最终如果要带有强制性 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 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说 如今殡葬执法 只能通过情法兼施 软磨硬炮的劝导方式 让家属自愿改正 如果对方不听 按规定必须到法院起诉 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 然而一年多来 当地民政局 没有向法院 移交起诉过异宗案子 4月2号 记者再次驱车 来到和平 金浦 和西等政界 发现这里的豪华目的 依然存在 没有整改过的痕迹 朝阳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朝阳区委区政府 以针对毁林建坟现象 召开了专项会议 决定于3月底 督查2014年末整改的 5月督查2015年新发现的 6月督查全面完成情况 和平镇 金浦街道 以确认违规战地建设的 10座豪华坟墓 将在4月10号前 完成平坟复律 如果说流传多年的后葬礼仪 是导致毁林建坟 履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 相关制度的不健全 监管部门执法不利 则是加剧了这种乱象的出现 因此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引导群众摒弃封建习俗 树立殡葬文明的新风尚之外 加强法律监督 加大执法力度 也是有效推进 殡葬制度海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北省景形县野里村有两名深有残疾的村民 一人双目失明 一人没有双臂 十几年来 他们互为首眼 植树上万棵 将一片50多亩的荒滩变成了绿洲 我们来看记者发挥的报道 在河北省景形县野里村村边的河滩地上 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 十三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不生的荒滩地 54岁的村民贾海霞和53岁的贾文奇 就因为这片荒滴而结缘 从此命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就是命运要把我们连在了一块 也可以说我们参参天主吧 就是他经常在一块 他帮助我 我帮助他 他鼓励我 我鼓励他 就是这互相鼓励着 贾海霞的左眼因先天性白内障从小失明 右眼在2000年打工时致残 从此双目失明 而贾文奇三岁时 因触电失去双臂 同样的不幸 让两人成为彼此生活的一号 2002年 为了增加点收入 也为了找回生活的勇气 两人合计着 在村东位于河边的这片 无人问津 杂草不生的荒滩地上种树 可那时 他们连买树苗的钱都没有 96年不是 一年百年被打洪水 把这个附近的树 全部撑跑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跟贾文奇到两三里的一位的葱壮 葱子里去 去砍人家的柳树枝 那个时间也是所证的 就是我们浓重的一句话 就是 使得脸上吧 就是脸皮厚一些 人家看见了 骂我们一动 我们走了 就是看不见 看不见 砍走就砍走了 砍树枝 对于身体健全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但对于双目失明的贾海霞 和失去双臂的贾文奇来说 确实是个技术活 海霞大哥是个盲人 虽说这么大了 你的砍树枝 不是砍一棵两棵的 一棵两棵的都可以 我们下来 这是有上万棵的树苗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两人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四肢健全的贾海霞 负责爬树砍树苗 而贾文奇则用脚石树苗 带着贾海霞走出黑暗世界 刚开始的时候 砍不了几个 你都几十岁的人了 你上树啊 挺不容易的 我还担心着把它摔下来呢 这上树 后来有了也熟练 有了也熟练 就是说我把树枝砍下来 它用脚给我湿在一块 我给它捧住 然后它背着 要拉着我 到这个河滩上植 砍完树枝 就要到对面的河滩上去植树 贾文奇先要摊过河水 把工具和捆好的树枝运到对岸 再回来背上贾海霞货河 每年从农历二月到立东 这条河 他不知走过了多少趟 对没有双臂的贾文奇来说 掌握平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背着一个人一百多斤 过河的时候 始终的脚啊 得踩在那个石头夹里边 那个石头缝里 踩到底 它能花不到 有时稍一踩便了 就花到了 尤其那个刚刚这个初春 和那个冬季下来的时候 我们过的时候 是绵一副的事 过去是经常的 现在走的都只能摸到经验了 经过一番周折来到河对岸 植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河潭地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到处是石头和沙子 听说他们要在这片荒滩上种树 村里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哪个是家村里的证 说真是 绩效我们的也挺多的 你笑话我们的挺多 哪能种树啊 吵架不着 胡闹 倔强的贾海霞和贾文奇 没有理会旁人的绩效 2002年的春天 他们在河滩 种上了自己喊来的八百树枝 希望他们扎根发芽 仗成参天大树 我们就说 每天我们就是出去炫耀 我们种了八百树 种了八百树 那个时间也挺自豪的 我们就是为了 不贴这个家用 可并没有什么像现代 咱们说的那么伟大 什么植树造林了 什么净化空气了 完全没有 我们没有那个理想 说真的 我们就是为了这政策 换点钱 谁没有一个头疼感冒的 有一个伤风感冒的 就是感觉苦 但是苦 也得干 我们两个人常说的就是 舌子不倒 尽管推 只要那科福吧 反正困难吧 肯定是有 你苦吧 你只要干活 没有不苦的 两个遭遇不幸的人 拥有着同一个质朴的愿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天种下的树枝 到了夏天几乎全部死了 老哥俩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短暂的失落之后 贾海霞和贾文奇 开始一起寻找失败的原因 商量着要挖曲 将河里的水引到河滩上来 对他俩来说 这又是一项大工程 挖曲的时候 空难也挺多 他呢 一个忙人 他什么都看不见 冬一千四一千的 我是用那个脖子夹着 一天干下来呢 也挖不了几米 还累得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 挖曲终于引来了水 树枝也开始慢慢发芽了 树枝也出了以后 这贾文奇告诉我说 哎呀哥啊 你看这树出货了 摘个货了 那个那个是 哎呀 心情挺激动的 就说 那个时候 树以成活力 有了成活力了 哎呀 出院啊 出来两棵了 三棵了 一直数到说 甚至数到说 到了三十棵 五十棵了 哎呀 那个实际上 挺激动的 没有比人家高兴 就这样 两个人互住着 在这片黄滩 奋战了十几个年头 看着亲手种下的小树 一天天长大 是对辛苦付出 最好的回报 贾文奇和贾海峡 靠敌保生活 最初种树 只是为了贴补家用 但时间长了 他们对自己种下的树 慢慢有了感情 想法也在一天天改变 现在我们跟这个树 已经有感情了 就是 你想我们十三年了 从那个时候 就是从一尺多长 的那个树苗开始种着 你就是贾文奇老弟告诉我 哎这个树出院了 我就是要用手 揪着他 揪着他长大 一直今年这么高 明年这么高 我一直现在已经揪不着 揪不着了 已经成了餐厅大树了 就跟我养儿子一样 就是咱们有 咱们就是 这人都有儿女 就是你看着 你 你这个儿子 或者女儿了 生下来 他就是要一尺多长吧 就是你每天 你抱着他 背着他 看着他 摸着他 就头顶长长长长 长来长息 也就站这么高 你舍得打他 你舍得骂他 你舍得弄死他呀 哎现在又有感情了 所以只要我们 有一口饭吃 就是一盘 就不会卖 这也是为咱们 这个绿化作点贡献吧 贾海霞和贾文奇 互助种树的故事 感动了许多人 2014年 他们被评为 感动河北十大人物 有许多看到 他们故事的人 专程过来 帮他们植树 前段时间 我在媒体上 然后看到 两位老人的报道 就非常受感动 正好我的爱情群体 大家都有一个 植树的愿望 然后我们就 组织了这次活动 然后大家捐了 500棵树苗 一起来帮老人种一下 如今 五十亩荒滩 变成了绿洲 贾海霞和贾文奇 又向村里申请 承报了山上的 几百亩地种树 当地林业局 还给他们提供了 一些松板树子 现在已经开始掌苗了 我身后的这个山上 就是村委会 刚劈退我们的 让我们指数的 就是山上没有水 使用一口井 我们也没有经费 打井 就是说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老哥俩 已经有坚持着下去 从八百棵树枝 到上万棵杨树柳树 从一片荒滩 到五十多亩绿地 十三年的光阴 贾海霞 贾文奇 这身有残疾的老哥俩 用自己的辛勤 汗水 努力与执着 将命运带给他们的 磨难变成了奇迹 你是我的眼 我是你的手 彼此扶持 一起收获绿色的希望 好的 感谢您关注 本期节目 再见